大家早上好 好 你們都好嗎 好 這麼熱的電器 我們來這邊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今天很榮幸來到維格高中 跟大家分享的認真經驗 這是我第一次回到維格 所以我跟維格有那麼一點的緣分 這個緣分建立在26年前 我幫了兒子來維格小學抽籤 其實我沒有抽中 所以我就失去了一次 成為這個優秀學校的送一份指導 今天回來就非常的高興和軟件 這是我的帥照片 這樣有點要學利益的概念 大家看過去 人也更帥 今天我講的題目是人生中勇敢的過關 過關就是我們遇到一些人生的挫折或絕對的時候 我們應該勇敢的跨過去 各位同學你想一下 那你的人生 你現在年輕可能只有十幾歲 但是這中間十幾年來 你的人生是永久要直線 你的人生是永遠都很順遂 完全按照你的意願 而且非常幸運的 你都沒有任何大的抉擇或者小錯症 如果你真的是這樣 那我要恭喜你 你已經成為人生的神秘主 但是問題往往不是這樣 在我們人生過程中 是有很多很多的關卡要過的 那一年有四季 春夏秋冬 寒冷也熱都不太一樣 一年有365天 女廳也不太一樣 一天有二四小時 從長到晚 隨時都在改變 maybe隨時都會一些小戰出現 那這個數據呢 現在的人數大概有79億 我想每一個人都不太一樣 重量是所謂的軟身熊肌 也都不會長得多一樣 想法也不見得多一樣 在美國黃沃大學的研究人員 他有時候也沒研究 他說我們每一個人 每天總共有六千兩百個練頭的出現 這代表什麼 你說在這裡每一分鐘 有四點三個練頭上來下去 上來下去 所以上課的時候要專心 老師自己提醒要專心 要專心就是很大的 那所以說以上一些東西在調數 人生中唯一的不變 就是他隨時都在改變 內在外界隨時都在改變 那這些改變包括我剛才講 某些抉擇某些挫折 或者是某些轉折點 你必須做一些決定 所以你必須有準備 抵向這些抉擇這些改變 那有趣的是 有趣的是包括我自己在內 遇到這些抉擇 遇到這些改變 我們總是怎樣 希望一切都很平順 如常輕鬆的過日子 至於說改變 有一千萬個理由來拖延 或者是拒絕 這是我們人的長期 這是正常的 那同學或許也會說 有啊 我常常在改變 我常常 有時候是麥當勞 有時候是便當 有時候喝奶茶 有時候會喝什麼什麼什麼 我也在改變 我個人蠻喜歡的一句話 就在這裡 說我沒有做過的事叫做前上 做不願意做的事叫改變 這裡我想 所謂的樂意做的事很多對不對 我們每天 比如說我們每個人裝手機 是要發什麼 上網啊 社群啊 我們喜歡打手遊啊 我也是很喜歡打這個 周遊啊 但是 但是這些 我們願意做的事 我們就很入場地一直在做 但是 有些不願意做的事 比如說被靈魂當勢啊 被數學公司啊 被核實啊 被國文什麼 對這件事來講 當然你們都有做 但是那個心態上 總是會覺得 好像沒有那麼願意 好 當你很願意的去做這些 比如說 我幾乎願意做的事 我不是要大家便利用當勢 這些事的時候 你就開始在改變 我跟大家一樣 都是一個平凡的人 我們都有七情六零 我們都偶偶想偷懶 想輕鬆 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 但是 但是在我的人生過程中 事情總是常常會來 這個事情 就是我講的很多的角色 很多的決定 當事情來的時候怎麼辦 在我的人生過程中 我曾經脫延延遲 這些拒絕接受 但是這個事情會不見 它還是在 因為我們都知道 出來混總是要緩的 對不對 所以事情總還是在 所以你不面對它 是不行的 我想我們今天跟大家分享 的是我的人生經驗 所以我們今天回到 我的小時候 跟大家打開相同聯繫 一個四種非種的名單 在我那國中的時候 那個時候有所謂的 升學班和放油班 那現在可能沒有 現在教育制度可能比較平衡 但早期也非常明顯 你只要是升學班 你就要找自己 玩自己 暑假留下來 客戶服 客戶叫什麼 輸清步道 客戶服務 如果你是放油班 太少了 你什麼課都有 作業服務什麼 什麼錄影什麼 你都有 或者超爽 我前兩年試念的是升學班 跟現在所謂的精英班 應該很類似 就是功課非常好 而且每天都能做出這種 不過真的是 還蠻西部的 不美不經 但是我大概在我國務的時候 我迷上一件事 放盒子 各位知道什麼 叫放盒子嗎 現在大家就知道 放盒子代表什麼意思 就把它放水流的意思 但是那個時候 真的叫做放盒子 那是我人生中的 第一份事業 這是個事業 為什麼 就是養鴨子去參加比賽 這個比賽 這個比賽 假設我今天的這個賽場是 從我的家一個人排中 把車子 就交到那個賽哥車 這個賽哥車 就要這個車子 載到基隆 然後從那裡放 鴨子有回家的天性 對不對 它就會回來 那看誰的鴨子 最先回來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有什麼 有獎金 所以它是有錢賺的 所以我反而認為 我的人生第一份事業 我覺得 哇 那種真的超爽的 所以 我就在國二的時候 沒有參加科學步道 那個科學步道 結果就怎麼樣 掉了 下放到放盒班 你沒有這個資格 照放盒班 過了大概幾個月 非常爽的問題 就跟各位報告一樣 那個 聰明班的老師 不會跟你講求功課 反正過了就好 過了幾個月的爽的日子之後 有一天我突然在騎腳車上學的途中 我發現說 我這個事業做得好像也不怎麼樣 好像也沒贏過幾次 然後這樣每天過這個日子 日復一日 看你們同學都是很容易在念書 老師也一直天天在我都念 你應該要念書 你應該要念書 我突然就覺悟了 我看回去念書 這個鴨子事業好像也不怎麼樣 所以我就放棄我的養鴨事業 所以回到了課堂 回到課堂的不是後面看什麼 那只有靠我自己很努力的制度 加上某些老師的私立下的砲碼 我在第三學 三年級的下學期 我的成績還算不錯 我超越了很多很多的同學 在學校裡面也有名列前期 所以這是我的第一個轉彎 第二個轉彎呢 就是在高中畢業的時候 跟各位 你們現在可能搞我到時候 畢業的時候 我的人生的螺絲又鬆掉 重量 為什麼重量 我交了女朋友 哇 交女朋友 真的感覺也蠻好的 所以交了女朋友之後 我就覺得 升學好像不是最重要 所以呢 我爸爸給我的 記得他們兩千多塊 當時編考的報名費 我爸爸那時候在那邊 電部工作過 又在那裡 所以他看到我 我就把他的兩千多塊 帶著我的女朋友 跑到台中 就把他花脸 超爽 好 當然 沒有學校培念對不對 沒有學校培念怎麼辦 我要找一份工作 所以我就找一份 那時候就要去 一去這場 我就跑去修車 跑到台北市來修車 好 修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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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了在幾個月 我碰到我人生的 第一顆非常大的外道 這是一間光鮮亮亮的辦公室 我記得那天 我是要去一個辦公室 這個辦公室現在還在 現在的敦化北路 跟民生東路口 有一個玻璃 黃金色玻璃圍幕的大樓 當時叫美國商業銀行大樓 我進去一個客人辦公室 拿他的鑰匙 要來怎樣 繞進 把他車子拉去做保養 我一進到那個辦公室 我就被震住了 這個工作環境之後 跟我的工作環境差這麼多 白色的辦公室 光鮮亮 非常漂亮 當時真的是有一點 開始有點畏畏縮縮 這時候櫃台的服務小姐 就指著那個沙方 白色的 白色的 你知道修車場的員工和技師 穿的是什麼衣服 我想各位 爸爸媽媽有些新衣服 都知道 她穿的是工作 這工作服有可能是很乾淨嗎 你啊 有洗 但是很多的油 是會在上面 我的指甲 永遠洗不乾淨 為什麼 永遠充滿了油脂 在我的指甲 怎麼戳 多種不乾淨 我看看我身上的衣服 我看到那個白色的沙發 我開始猶豫了 這個時候 這個靜帶小姐也看到我的猶豫 她還說 沒關係 你坐下來 跟我們的同事坐來 我想說 他們竟然都已經講 第二次就是坐吧 我已經坐下那個白色 鬆軟的大沙發的時候 我在當下 我的自卑性 我的自尊性 大爆發 大爆發 我心裡吶喊著 我也要這樣子 我不要這樣子 我不要這樣子 那個反差非常的大 非常的大 所以 當下 我沒到我辦公室 晚上 我就跟我老闆說 我要自己 我不羞扯 我要回去唸書 我要回去唸書 當然就離職了 我的爸爸 知道我的這個決定 他很失敗地告訴我 他說 你既然放棉會花掉 所以接下來 就靠你自己了 因為 我想要練自己不練 你現在講練 那你就靠你自己 所以 台北的生活費也算會 補習班也要花明費 所以我當然兩位 一直說 一早我去送報紙 現在應該大家都想像 不知道是什麼叫送報紙 大概送兩百多份 大概一個月賺七千多塊 送完報紙 回家洗完 你知道 去送貨 送機車零件 然後送完後 師傅晚上去補習 去補習 好 我雖然還滿正氣 很順利 我也有考到了大學 我又回到大學 學校 這是我第一次人生大學 好 那我畢業之後 看當然就開始上版 這個又看到我的人生 一個很大的謊道 就是 我從一個我熟悉上 也跨入一個莫斯坦 我進入了報紙和記者 各位可能也有聽過一個 叫民生報的報紙 那是聯國報系手下 底下的一份報紙 但現在也結束了 現在只剩下一個報紙 我們其實知道 我在考基劇裡面當記者 所以從學習如何採訪 如何寫稿 在當時的寫稿 是手寫 就是一個六百字的稿子 你每天就要寫幾百個字 這是幾千個字 所以都要練習 練習 上手之後 報紙和做一個大的改變 什麼改變 第一個就是 它從人工排版變成什麼 這個電子排版 而人工排版是我們寫了稿子 送去打字房 打回來 電機部門 美工在變排 完了送去置辦廠 然後送去立路上硬床 這不一樣 它改變是要變成 所有都是改成電腦排版 所以我們記者 第一件碰到的事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預計從手機裡 搞改成的打字 在當時各位 現在你們打字 可能覺得非常吸重的 在當時 電腦才剛起來 那個打字 對我們來講 真的非常非常困難 報紙給一個月的時間 他說一個月之後 如果你沒有交磁片 那個叫磁片 你就自己解釋 哇 這個壓力很大對不對 所以我們不改變了 好像不行 所以這就是我在工作職場裡面 不到一連串的變化 那我在報紙跑的線 是一個 我是跑消費線 我們消費線有一個行業 那時候我在國外的媒體 跟我自己去自然 看了一個行業 叫寵物行業 在那邊實在 剛開始同樣 我覺得這個行業 在未來應該會不錯 所以我自動就告訴我的主管 我要改跑這條線 我要改跑這條線 所以我就跳脫我原來的線 跨了一個 我覺得未來不錯的線 那第二件事 我跟報紙提出一個 有條框架的業務模式 我想報紙的業務模式 就是販賣報紙跟販賣廣告 那我在日本有看一個展覽的東西 這是我第一次接觸的展覽 就是我看過一個寵物展 會覺得台灣好像可以辦這個展覽 所以報紙提議說 我們來辦寵物展 報紙從來沒有這種經歷 那我免為其然說 好吧 你要做就是你從頭到尾都要走到底 所以就負責規劃和執行 那還好有這個決定 我們幫報紙開創了一份新的業務模式 我們當時是報紙在示威 所以這個新的業務模式到現在 報紙都還在辦相關的展覽 所以是當時我們跳脫框架做了一些改變 這我當時寫的報紙 還有我去大陸的採訪的報紙 觀察趨勢順勢我為 這是我人事中做事的一個很大的實驗 我在當時會長 還算平順的平面媒體報紙 我看到一個趨勢 當時未經電視開始亡樣 我看到一個趨勢我覺得 未來人從吸收媒體的 從吸收資訊的媒體 應該會逐遍轉成影音的媒體 因為我們是平面 所以那時候我離開了 報紙跳到未經電視 製作了台灣第一檔的總務節目 好那這裡跟大家稍微簡單 報回一下台灣媒體的變革 因為我年紀夠大 我都經歷過了 台灣早期有戒嚴 那個時候就是幾份報紙 幾台電視 無線電視台 對不對 台灣戒嚴之後 開始開放報紙 還有電視台的事情 所以就是第一次 從平面 從戒嚴 跳到開放 有比較多的報紙 比較多的電視台 在這裡發到所謂的第四台 第四台就是 用線拉到你家的衛星電視 這位電視現在大家 我們看到台灣 一排都會聽到 就是從那個時候 開始發展過來的 這是第二次的媒體革命 再來就是所謂TripleW的線型 就是網路的線型 所以我們 你們現在很習慣的 從手機 從網路看的 任何資訊 不是一開始就這樣 它是從平面 有線電視 微信電視 然後再打網路 整個演變過來的 這個演變其實也告訴我們 其實媒體會這樣改變 我們的工作 我們的功課 也都是隨時都在改變 所以那時候 我跳到美麗做了 自己開了一個重景 做了重景的時候 我覺得我事好大 我應該來創業 所以我還是開設了一家 廣告公司 養了二十幾個人 我覺得我是小孩開大車 然後呢 我先衡量一下 這次的開設廣告公司的經驗 其實得到一個教訓 就是說機會是別準備好的 其實我衡量 我開廣告公司的失敗 是我還沒有完全準備好 所以我的結果就是什麼 負在雷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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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中電影 這麼大一個挫折 幾乎是拓展的一個挫折 我們該怎麼辦 就 就他們 當然不行 有老婆 又小孩 又癢 還有我的人生要過 所以我們就站起來吧 所以我當下的決定是歸理 我把過去的血統拋掉 我進入了展覽業 我進入了展覽業 好 除了面對改變 我們必須面對之外 我自己也 體驗到就是說 一時會永遠 跌倒的話 立刻爬起來 不要忘記 前面永遠有的是機會 這是人生中我個人覺得 非常重要的一個系列 我個人的系列 送給大家 我進入了展覽業 其實我還是用 我剛剛講的人生工作的一點 就是觀察敘事 觀察敘事 順勢而為 壯心修為 所以 各位 我剛剛看到手機 你們現在都看到很多的網路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網路的興起 大概在2000年左右 西月2000年 那時候也要Triple W開始 有網域 有網站 所以全世界 發現了這個大的未來 所有的資金 在大概2000年的時候 統統一直投入所謂的 當時網站的設立 甚至電子商務的行業 非常非常的瘋狂 所以在2000年 各位如果記得 有第一次的網路泡路 就大概在那個時候 那個紅了不到幾年就泡了 我當時在張宇公司 我就覺得 這是一個爆發性的產業 展覽是依據產業 中國 所以我就跟我老闆講 我們來談電視商務站 在當時其實 這個展覽辦到非常的盛大 在現在的 私貿展覽幾乎是全一館都滿的 非常盛大 好 那我老闆交給了一個展覽 叫做私品站 當時跟外貿協會的私品站 很相似 但是我們私品站 真的要事不活 我就 我們在學行銷 有一個叫市場區隔 就是我跟別人做的東西 最好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又 竟然是好覺得 我們可不可以把茶酒咖啡行 做成一個營品站 好跟外貿協會的私品站做個區域 所幸在當時做的決定 還真的不錯 所以我們這個茶酒咖啡的營品站 現在在亞洲 是一個非常指標的展覽 那我在當時也看到很多 戶外休閒的人口 陸營的人口 我也覺得 外貿協會的私品站 似乎是可以成型的 所以我們也辦一個 非常專業的外貿品站 那改變是一個精神 勇敢面對改變 是一個信念 一種習慣 我們人生中有非常多的挫折 你面對這個挫折 一直都在 所以我們要面對它 去除恐懼 不怕哪行 改變思維 改變生活 結果也一定會跟著改變 而且會越來越好 越來越能面對未來的改變 這樣的不斷的接受改變 是一個練習 這個練習會讓人 在未來面對很多的需要改變的時候 我們能有更強的勇氣去面對它 我個人把剛剛我講的改變方式 是做一個整理 就是 當我們 第一個叫做被動式 當我們正在問題的 是如何的時候 我們可以有兩個做 一個是維持現狀 我就不動不殺 那當然 這樣也可以來 或是不可以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講 我們積極面對 積主意 那結果有我們的改變 第二個我覺得是主動試 就是我們主動來尋求改變 然後這個主動尋求改變 我們才發現我們人生自我的潛力 這個潛力如果適當地被包圍 我們是可以放散我們的人生 我曾經在《工商主報》寫過一系列的專案 寫了大概三年多 今天我寫到一篇文章 就叫知己所人 跟知己所以人的差異 知己所 知己所人 就是比如說一個老師傅 教我們做這個東西 我們有得太多工 我們就跟著做 我們也可以練習 練習很好的工夫 知己所人 多了一個大工 這道工是什麼 思考 多了 這個整個製作的過程的願力 它是從何而來 它為什麼要這樣 多了這道工 多了這道工 我們就有千變萬化 千變萬化 我們就可以創造無限的創新 所以這叫知己所人 跟知己所人 有一點點差 那我個人在念書的文章 會體驗到一點 古人講說我們不要讀史書 我們念活書對不對 那什麼叫做念活書 我自己的經驗告訴我們 就是說 我們念到一個學問 或一個風課 我們要經過思考 經過消化 這樣的念書 這個學問 這個知識才會成為自己的 也就是說 我們了解了知識的現在 跟過去的現在 未來就無片和 你可以在這個基礎上 去做無限的堆疊 無限的創新 我覺得這個讀活書的做法 在我的人生的 練習的過程中 我也充滿去做一些法律 所以我創立一個 叫展覽行銷學 那為什麼創立一個展覽行銷學 我在工作室 有個大學校去念書 大概九十幾年 九十三年回去學校念書 我的論文不是用抄的 我是真的很努力在寫的 我寫完之後 我把我的工作上的一些知識 跟課本上的理論結合 我寫了兩本書 創造了屬於台灣自己的展覽行銷學 這兩本書 就是這樣子 很嚴肅的兩本書 雖然不是什麼暢教書 但是在學校有些會展 都是用的滿多的 這是應該是台灣的第一本 專門的展覽 這就是武功島 就是剛講練活書的概念 隔離的日常工作結合 這個概念 我滿喜歡一句話 就是說 這個總統候選人士 以前台北市長 他講過一句話 他說 不怕失敗才會贏 我覺得我把它改變一下 就是不怕改變才會贏 以上是我今天跟大家的分享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